好另外最新消息是彰化西湖知名的羊肉店的业者 日前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遭到了两名蒙面歹徒尾随 这业者被掳走而且还被抢走了现金50多万 现场状况我们要连线给记者许佩景 好了主要各位观众在彰化西湖最著名的这个羊肉街呢 其中有业者已经成为歹徒眼中的大肥羊了 这家呢著名的羊肉店的业者老板跟老板娘呢 在日前呢居然有两名蒙面大盗 那么尾随他们回家 甚至呢捆绑着一对夫妇在家里面搜刮了50多万的现金 之后呢还强行掳人 那么被害者在下午呢主动跟中天新闻投诉 我们来听听看被害者怎么说的 两个人进来 那是阿里吗 那是 你用阿里啊你会怕吗 没有啊我们都没什么 我们都没怕 你先几点了 几点了 几点了 这名被害的业者相当低调 那么在投诉的过程中还刻意把记者带到了餐厅内比较阴暗的地方来还原整个案情 那么这件案件呢其实已经在西湖镇当地的羊肉街都已经传遍了 其他业者各个是人人自伪就怕自己成为歹徒下一个盯上的对象 警方已经掌握这个嫌犯所开的车瓷的车牌号码 而最近呢在这个彰化县西湖镇这一条著名的羊肉街每个业者都是相当的低调以及非常的担心就怕歹徒会再度的上门 以上是我们来自彰化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彭尼主播